你这是初中毕业对吧 初中没毕业 初三都没上过 为什么不上呢 不想读啊 不想读 对 因为学别人的路 不如走自己的路 那你走出了什么路呢 就是想要建筑城市 建造一座城市 建造一座什么城市 就人口城市 我们这个城市不都住着人吗 对啊 就是由我建造啊 然后就可以解决这个城市里面的 没有抢劫偷盗 等各种问题 你怎么避免犯罪 像现在已经进入了 所谓的大数据时代 但是还没到来 已经开始不用现金流 我那座城市不再用现金 然后全部用数字 你每一个人的工资 都是由我发出来 然后你买的 就每一天在哪里 买了多少钱 花了多少 你自己存款有多少 你突然多了一笔来历不明的钱 你是否与别人有毒品交易 就像我从小接触 然后销售和赌博 我们 从小接受什么 销售和赌博 一直在奋斗与堕落中循环 在奋斗和堕落中循环 那我再问一下 你的堕落的事可以吗 可以 你说赌博这事 你怎么会混上赌博了呢 现在都还欠着高利贷 欠多少钱 现在高利贷欠一万块 你呀你多大年纪啊 25 这件事情发生在你20几还是10几 就前年我爸做手术的那 你爸做手术你还赌博呢 对 自己的父亲在生命攸关的时候 你怎么还可以赌博呢 你的赌债谁还的呀 我爸 你爸现在还健在吗我想起来 在 你爸对你这个事怎么看 就总是因为我难过 然后我 因为你难过 对 然后呢 然后 就 总是劝我自己努力吧 踏实的工作 你正儿八经有过工作没有 有 现在还在公交车上当安保 多少钱一个月啊 到现在他说的时候是4000多 到现在还没发过工资 你干了多久了已经 快一个月 那还没发嘛 对 你现在生活来源靠什么 他那边包吃住 然后我来的时候 我爸到现在给我打了6000本的 我不想 最后一次没有要 就昨天没有穿 就没有衣服穿 然后晚上去买衣服 花了700多 你这些年父亲为你还的赌债有多少钱 将近100万吧 就帮你还过100万 将近 是吧 你今年25岁 你给家里交过钱吗 没有 你连自己的家庭 自己的父亲 孝顺都不能孝顺 赌债要父亲来帮你扛 你还谈什么更大的理想呢 你理智在哪呢 你们家是做什么的呀 你父亲的100万是怎么拿出来了呀 就是做代理什么 就是产品以前像统一啊这些 往往都做过 你为什么不跟着他一起做生意呢 他也知道我看不起那个 你为什么看不起呢 因为我说 那个事情我爸在做 我回去做也没有意义 我想去做更大的事 你爸成为马云呢 你爸帮你还赌债 还建立在你爸得癌症的情况下 对 就是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现在这个感受 就是 说不清楚 谢谢大家 sociale